大家好,我是哈佛妹,张安荣 欢迎来到我的昆虫岛 很多人喜欢跟我讨论跟昆虫有关的话题 可是,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们的英文很糟糕 连一些很常见的昆虫的名字都会念错 还好有我,哈佛妹,可以告诉你们正确的念法 所以我今天来教你们台湾人最常念错的十个昆虫 第一个是,假虫 我听到很多台湾朋友说假虫 假虫,这种说法是哪里来的 是,beetle beetle,beat是打的意思 比如说,我听到台湾人把beetle念成假虫 我真的很想打人 第二个是,蝴蝶 蝴蝶,蝴蝶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到的 明明就是butterfly butterfly 不然你们早上吃吐司会擦虎吗 这完全不逻辑啊 第三个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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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讲,外国人会听不懂啊 当然就是mei mei 第四个 螳螂 螳螂 这不是脑残 什么是脑残 为什么会这样 中文跟英文是不同的语言哦 你不能直接翻译 当然就是sugar wolf sugar wolf 第五个 蟑螂 蟑螂 不是,是江安荣 第六个 蜜蜂 蜜蜂 honeyfly 第七个 蜻蜓 toastfly 第八个 昌蝇 flyfly 第九个 第九个 飞蛾 蛾fly 第十个 蜘蛛 nofly 好好好 不要闹了 如果你们真的常知道 甲虫是beetle 没有错 蝴蝶是butterfly 蚂蚁是ant 螳螂是praying mantis pray就是祈祷的意思 蟑螂是cockroach 蜜蜂是honeybee 蜻蜓是dragonfly dragon是龙 第十 蚂蝇是fly 飞蛾是moth 蜘蛛是spider 可是蜘蛛不是昆蟲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会留言说 想要看我更多英文教学的影片 可是说实话 我真的不是很想要拍这种东西 可能是我性格比较人性吧 就是 大家越想要逼我做一件事情 我越不想干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是来台湾学昆虫的 不是来教英文 而除了科学以外 我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兴趣爱好 我三岁的时候就学好英文了 难道我三岁到二十三岁 没有学到任何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吗 任何比较值得分享的东西吗 所以我以后拍的影片 有可能会有一些跟英文有关 可是如果你是希望通过看这个频道 学好英文 你可能找错地方了 如果你是希望看我跟你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底底 还有昆虫的事情 那我希望你可以订阅成为一个昆虫导民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 希望你可以帮我按个赞 或者给你朋友看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